欢迎来到德林水 我们看一下泽州 又发生了那些大事 茅台大跌超10% 一只股票涨有一千个理由 一只股票跌只要一个理由就够 拥有过千家机构持有的茅台 观赏性已经远远超越了参与性 不是几家机构就能砸盘的 一定是内部正在起变化 华为2020年要淘汰10%的干部 在艰难的日子里 坚持企业的原则与主张 是一个企业由成功卖向伟大的艰难一步 在人才的抉择方面 没有卑类与高尚 只有梦想与现实 庸人永远都是现实中 破灭梦想的绊脚石 现在是2020年了 一切我们都要应该有新的气象 新的气象 那就要让大家喜悦 我们此度投资峰会 华语兄弟 贺岁篇十一 冯小刚曾经开启了贺岁时代 随着岁月的流失 冯小刚自己的票房也只能是一声叹息 英雄 老矣 何必悲伤 江山带有人才出 这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应该为更多的人才涌现而举杯 相亲 福采销量 减近四百亿 彩票是穷人的码费 万一哪一天 中他个五百万呢 这是支撑很多穷人 熬过艰难生活的希望 富人不需要这种希望 因为他极不靠谱 现在穷人都在放弃希望 是死心还是真的没钱呢 2019年A股IPO募资2489亿 银行都喜欢锦上添花 雪中松炭这事吧 只有A股的韭菜们拥有极大的善心 他们从来就没有想着 你还钱 日思夜想 用你的股票割别人的韭菜 所以来A股 才是企业家们的希望 拯救老板 跟放弃十亿日元保时金 日产前老板 在日本警方的监控下 顺利突破多重防线 跑回祖国立巴嫩 谁在导演精彩绝伦的 偷天换日 给日本安防及政治底线 一记耳光 人心是看不住的 新华联八家上市公司职业率超过90% A股的玩家们喜欢造梦 只有梦里才能让人愉悦 让人海阔天空 造梦的第一步就是要搞一个脚步 跟不上灵魂的所谓超级集团 让趋之若鹜的人 云里雾里脚步走远了 但会扯碎它 酒鬼酒高库存压力三大 诗人都说酒是老的香 你放着放着可能就有树化剂 也可能查出甜蜜树 这样的酒你还敢喝吗 酒卖不动一定是自己企业 自己卓打 这个世上招牌往往都是自己亲手砸的 聚力文化 董事终于不干了 坐上董事板顿的屁股还没有热乎 上来就是刀光剑影 做企业变成玩江湖 神仙打架百姓遭殃 搞得董事都看不下去了 这样的烂公司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难道就没有王法呢 京东方五四亿资产 五八年八亿卖掉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才是师傅 一个肩负着巨大使命的公司 盈利背后总是财务的魔法棒 在了搏着众生 游戏总有结束的时候 大木炉下才发现 原来大家都在伴族 词相很难看 他们词相难看咱不管 新年我们就得有新气象 就得高兴